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几段篇章 我想大部分的人 所知道了凡先生的 他流传的这本著作 就流传非常广的这本著作 他本来是教诲他自己的儿子的 因为真的非常有道理 而且在这个道理 不是只有作为家训传家而已 而是适合普天之下 作为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的涵养 那么其中在献给旅行者三六五日 这本书里头 就选了其中的几段 第一段 记中十刚 就是你要去帮助别人的 有十个项目 刚要 这十个我念一下 第一 与人为善 第二 爱尽存心 第三 成人之美 第四 劝人为善 第五 救人为吉 第六 心见大力 第七 舍财作福 第八 护持正法 第九 敬重尊长 第十 爱惜悟命 像这样 各位这样听下来 其实这都是做人的根本 那么第一 像谈到与人为善 我想提一下 就是我曾经听过大师讲 说 有许多人问 说 幸运大师 怎么能在这么短短几十年里头 成就了整个佛教 遍及全球的这样的大业 当时大师说 有两个善 第一 就是这个第一条 叫与人为善 第二 叫从善如流 就这两个善字 说把这个 就是成就了大师 整个人间佛教 全球化的 这样大的贡献 所以在辽凡世讯 原辽凡居士 他提到的 这个你要去 帮助 所谓祭众 就是帮助大众 的实相 这个刚要 那么第一个 与人为善 真的 心存善念 人要厚道 但我觉得这个 也不是道理 我们必须通过文字 去进行理解 如理思维 就我们这么想 就是我们的观念里头 种进去了 但是你光有观念 就是只是纸上谈兵 它没有作用的 就好像你生病了 去看医生 医生给你开了药方 你拿了那个药单子 药方 你就一直念那个药方 病就会好吗 这个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了 你必须 怎么照药方 抓药 煎药 或者是照着医生 处方 吃药等等 你后面得有 这个行动的部分 就我们讲 实践的部分 所以光一句 与人为善 你要有那种 这个 只要能够 对人好的 我愿意去成全他 成就他 像这样子的 这种厚道 一个人养生机厚 你心存 这种 宅心人厚 一定是得到者 多助 会有很多 善姻缘 还是贵人 来相助 那么 但是 这些存心 也不能够为自己 一旦有 为自己的心 那又打了折扣 好 这在第一段里头 讲的 我想因为 也很白 就是 这个 大家如果有书 自己看 应该没有问题 那么第二段讲 一心清静 这个就是我 刚刚强调的 你 你帮助人 那之后呢 这个第二段的 第一行就写着 为善 而心不着善 则 谁所成就 皆得圆满 好 这里讲的就是 刚刚提到 说你与人为善 那你有成人之美 你帮助别人 那么 之后呢 心不着善 如果心 说心着于善 就你自己 着于这个相了 就哎呀 我 帮了你 你是 被我帮的人 我拿了什么东西 去帮你 像这样子 任何一样 我像 还有对身 对方 这个人像 然后你拿什么东西 这些 就是我们讲 其实你行善 布施 帮助人 要真正的 真正的功德 无限的呢 是要做到 三轮体空的 这种善行 就是 无施者 无受者 无所失物 像这样子呢 也就是 这了凡居士 提到的 为善 而心不着善 一旦着善 那这个 只能算是 叫做半善 就是你这个 功德利益 就打了对折了 像这样子 好 这个在第二段里头讲 第三段 我觉得这个文字 它其实流传很广 只是 有些人不知道 出自了凡事训 这第三段 讲因果不媚 这一篇 说 一时劝人以口 百事劝人以书 功德 昔皆无量 为善罪乐 五戒可保人生 时善可生天戒 因果决定不媚 读书有益 好 这个是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真的是 一个做父亲的人 他教诫自己的晚辈 那种口吻 而且真正的 我们讲说 这个留财与子孙 不如留德与子孙 现在的人 忙着工作一辈子 辛劳一辈子 那存下这些钱财 都希望给子女 做后备 但实际上 给他们的 如果只是 这些财富 有用完的一天 也有不当使用的时候 真正要给他们的 就是像这样子的 内涵 这样做人处事的 这种涵养 那么 所以这里讲 说一时劝人以口 百事劝人以书 就是 像我们所谓讲 尊尊教诲 就是你这样 这苦口婆心的劝说 这是一时的 你真正可以流传的 是书写 把它写下来 但是 当然了 这两者说 功德 功德 细皆无量 总之 为善罪乐 像这些话语 听得多么耳熟能详 为善罪乐 其实就是在 辽凡师讯里头 提出来 那么 后面讲五戒 可保人生 就是五戒 你受持五戒 所谓五戒 这个五戒 是又叫做五大师 就是五种最大的布施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吸毒 像这样 你能够守持这五条戒 你也不要想说 戒律 所以很舒服 不自由 其实不是 受持五戒的人 才是得自由的人 各位可以看看 现在在牢狱之中的 这些人 他们是失去自由的人 他们为什么 跑到牢狱里头去 就是违反五戒 杀人 当然包含伤害 迫害等等这些 那么 比如说 这个吸毒 那都是了 总是 你能够受持五戒 才可以保证 做人的自由 也可以知道 到下辈子 继续在轮回的时候 是可以不失人生 因为你受持五戒 你把人做好 你才有再做人的资格 如果你不受持五戒 不遵守作为人的原则 那既然你都不守这个规矩了 看来你也没有什么资格做人 这个理论是这样 其实大家想想 像比如说我们开车 走路 都有交通规则 你看得到的一条路 你看得到就这么些人 这些车 这个中间的 要通行无阻 要平安顺利 它都有规则 叫交通规约 交通规约好几百条 我问过这些开车的人 说你知道交通规约 有多少条吗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人答得出 就说很多几百条 那你有觉得 哎呀几百条规约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开车了 不自由了 其实不是的 几百条规约 都是来保障 保护你的安全 保护你的自由 那看得到的人 车路都要有规约 那无形的 人生的这条路 生生世世 还没有解脱以前 还在轮回的这条路 怎么会没有规约呢 这个规约就写在五戒里头 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不自由 其实五戒 只要是堂堂正正的人 都应该要遵守的 所以讲五戒可保人生 十善可生天戒 有人说 我只要做好人就好 我为什么要受戒 我为什么要去皈依 我就要请教了 你只要做好人就好 你真的知道你是好人吗 你知道好人 要怎么样 简定他的标准吗 你这个十善 你做到 你才可以讲 你是行善 你是好人 如果你连十善你都不懂 然后你跟他讲 我就是好人 那只是你自己 自以为是的说法而已 好 所以这里讲 十善可生天戒 也就是说 有生天的福报 好 那么因果是决定不昧 是不会对不起的 总之呢 读书明白道理 就是对我们的人生有帮助的 好 那么第四段呢 是最长的一段 他讲 唯物利则 说物以己之常而盖人 物以己之善而行人 物以己之多能而困人 这个讲 你有比人家有什么长处 有什么优点 或者是拥有比较多的 这些资源 条件 总是你比 你就是比别人好吧 你不要因为这样 而好像去欺凌别人 或者是去压迫别人 这个我想也是做人的涵养嘛 如果你这个觉得自己很好 然后就看不起别人 那其实你 人家也不会真正尊重你的 好 那么所以说 这个后面呢 讲说 所以要收敛材质 苹果的那个贾博师 他就留下一句话 他说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刚开始看这句话 停留在饥饿的状态 停留在愚昧的状态 不太懂 我后来想一想 他讲他的态度 就贾博师说 他讲的意思 其实应该 Stay hungry 应该是求之若可 Stay foolish 应该是虚怀若愚 应该做这样的翻译 就从他的意理上 我就这样理解 所以真正有学问 有涵养的人 他应该是可以这样 虚怀若骨的 去含荣所有这些 当然这一题的是说 不如我们的人 那么最后 讲到说 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 全不为自己起念 全是为物立辙 使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 所以要作为一个 所谓的大人 君子也或者是受尊重的人 那么应当要有的 这种能荣 大度的 这样子的涵养的人 所以我想 了凡世训这本书 也很推荐大家看 这虽然是家训 传家的宝典 我相信也是 我们做人的宝典吧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